在消费金融行业持续了近一年的增资潮中,新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新业消金没有缺席。 工商资料显示,其注册资本在近期有5亿元变分为12亿元。 经过此次增资,新业消金成为第六家注册资本,超10亿元的区牌消费金融公司。 增资值12亿元,2013年9月,银监会修订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 在国内12个城市,新业消金正是其中之一。 从股东结构看,新业银行与全州市国资委旗下的全州市商业总公司,为新业消金第一、第二大股东, 引入了特部,赴成两家全州当地的民营企业。 出资比例分别为66%,24%,5%,5%,可谓含着金汤石出生。 在2014年12月获得福建银监局的开业批付后,福建银监局副局长薛金灵对其几率厚望, 也是消费金融新一轮四点和混合资本四点的赤叶田。 筹建支出,新业银行副行长陈敬光表示, 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积极提供资金、人力及技术支持, 并在产品创新、风险管理、交叉营销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援。 最为明显的便是新业银行派往新业消金的高管团队。 新业消金董事长郑海青原为新业银行零售银行总部副总裁, 而其总裁凌春也是新业信用卡中心的主要管理人员。 在银监会对认职资格的批复中可知, 新业银行分别将信用卡中心、用卡经营部总经理姚志杰、 新业银行厦门封行零售事业部副总监督一千的派往新业消金。 在业务开展上, 其董事长郑海青曾向媒体表示, 新业消金初期以新业银行超过2600万的零售存量客户为基础, 而目前银行体系的产品和业务模式还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据新业银行年报,2015年新业消金全年累计发放贷款29.48亿元, 其中线下试业部发放贷款26.46亿元, 线上试业部发放贷款3.03亿元, 线下放贷占比仅90%。 在后续的财报中,新业银行未再披露此数据, 仅在2017年年报中表述, 新业消金透过线上渠道累计放款额差比已超过20%, 可见新业消金仍以线下渠道为主, 与线下占比90%相对应。 新业消金2015年末在泉州、福州、广州、重庆等地 共设立12家事业部, 到2017年末已扩展为近50个城市, 设立25个一级事业业务部。 新业银行在年报中表示, 新业消金线下全国化布局基本完成。 新业消金的线下渠道, 与接信消金, 马上消金到相办款渠道、 下全道消费场景的住店模式大有不同, 而是运用了新业银行社区之行、 零售业务等线下渠道之间面向消费者。 2015年推出家庭综合消费贷、 信用贷款和互联网消费贷款等产品。 目前, 机关网上的空手道, 家庭消费贷、 住学宝等产品, 军事直接将钱款发放到消费者手中。 家庭消费贷、 住学宝, 实际为消费和教育场景, 对消费金融而言, 明确放贷后的用处, 即使不是直接到消费品上也是贴合场景的, 放款额猛增不良率攤升。 成立以来, 新业消费金融的放款额成标升知识。 2015年期末, 其累计发放贷款29.48亿元。 2016年, 累计发放贷款超103亿元, 服务客户50万人。 在2017年半年报中, 新业消费累计放款于164亿元, 服务客户于57万人, 而到当年末累计放款达251.56亿元, 服务客户150万人。 这意味着, 尤其是在2017年下半年, 新业消费出现了一次爆发式增长, 与放款规模的扩大相伴随着时, 钱不良贷款率也不断攀升。 2015年年末, 余期贷款率2.03%, 不良贷款率1%, 2016年末不良贷款比率上升为1.8%哟。 在2017年半年报中, 其不良贷款比率2.11%, 较2016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 而去年年末则未披露这一指标数据, 新业消费在风控上的投入巨大, 2015年年8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助贷款机, 2016年在合肥, 成都、重庆、 太原、济南、武汉集圈州内计投放54台, 共发放贷款1.8亿元, 占当年放款量的约0.02%。 而在核心系统上, 2016年新业消费从审批到放款平均是长为1.4天, 到2017年已将审批效率提升到一天内放款, 但在时效上仍若于同行, 招林消费在今年实现了在线申请的养籍放贷。 据新业银行的年报数据, 新业消费在首个完成经营年度, 到2015年出现了0.49亿元的净利润亏损。 在2016年纽亏为盈, 并实现6.04亿元的营业收入与1.02亿元的净利润。 2017年起营收稳步增长, 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分别为10.36亿元、2.09亿元, 同比增长71.52%、105%。 上述两项同比增速上低于张连销金的172%、 267%或苏宁销金的263%、111%。 这意味着, 在消费金融公司着力于线上业务中, 新业消费要追上行业头部公司, 需要时间与资本, 而通过增资方式提供资本充足率, 为技术、产品设计、公司规模等发展, 无疑是最直接的方式。 一关智库金融领域分析师王彭博认为, 后期的消费公司仍有机会, 好业还是洗牌阶段, 最后还是看好要么有线上场景的, 要么有线下门见拓展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